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因為上一輪我們介紹了高階手搖C40 那我們這次來介紹一個中階的 價位大約是3500塊上下 我們就稱之為中階的手搖磨豆機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台就是Minos 那Minos這台呢 它算是香港公司的設計 那它最近也得了紅點設計獎 然後無論是從外觀或在使用上面 學長都非常的喜歡 所以今天特別要拿出來跟大家聊一下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筒身 它算是有一點點菱角的 那這個菱角呢 除了在外型上面 會跟一般完全是圓柱型的爽磨豆機 不一樣之外 在外型上面有優勢之外 它在使用上面呢 是非常易於你抓握的 就是無論是男生或女生 因為它有一點角度 所以你在抓握的時候 你的施力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而且比較不會吃力的 那第二點呢 是它的外觀呢 是使用鋁合金 那鋁合金的質感上面 就有一點點霧黑的效果 會比一般可能不鏽鋼色的 磨豆機呢 看起來質感在好上非常的多 然後呢 在它的握柄的部分呢 是使用一個胡桃木的一個 這個部分 所以整體的設計的外觀上面 非常的迷人 那它的粉槽部分呢 是使用螺紋的方式 可以直接固定在你的機身上面 OK 所以這就是它的幾個外觀設計 那除了外觀設計的質感 非常的好以外呢 當然 它還有很核心的幾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呢 是關於它的調整研磨度的方式 那一般的爽磨豆機 其實無論是從低階到高階 也大部分呢 都必須要轉開你的粉槽 然後呢 從內部把刀盤做旋轉的方式 大部分磨豆機都是這樣的 然後當然這個過程呢 你就必須磨完一次 你想要換研磨度的時候呢 就必須可能要清一下刀盤 然後把原本殘粉的清乾淨以後 再進行旋轉的工作 所以相對來說呢 是便利性上面還是沒有那麼好 那Minos調整研磨度的方式呢 是非常的特殊的 它是藉由外部這個旋鈕 然後這個旋鈕按下去以後呢 你只要順時針的旋轉 聽到 咔啦咔啦聲 的時候呢 代表說它的齒輪呢 已經到最緊的部分 這個時候呢 就是所謂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燒磨東西0的位置 當你歸零之後呢 你就可以 再把我們的齒輪轉開 你就可以調整到 你想要的研磨度了 所以非常的簡單 譬如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義式的話 我可能開齒輪以後 然後照著這個方向呢 轉一圈 回到原點 這個大約就是 義式磨豆機的 磨度 大概就是一圈 那如果你想要手沖的話呢 可以變兩圈 所以還是一樣 再把按鈕按下去以後呢 再一圈 這樣呢 就是手沖的磨度了 所以其實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直覺 那這一點呢 其實對於手磨的玩家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當然你都可以藉由中間 譬如說我想要 好 覺得這個手沖的研磨度呢 覺得太出了一點 我想要再細一點的話也可以 你可以按回去以後 回半圈 你就會變成一右二分之一圈 或者是你可以再細 再細四分之一圈 就變成一右四分之三圈 其實就只要按這個旋鈕以後 增加順時鐘或逆時鐘 就可以調整你所要研磨度的粗細 所以在使用度上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這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設計 那第三點呢 就是關於是 研磨的品質 那Minos這台磨度機呢 採用的是雙軸層 也就是它的軸心呢 是有兩個軸層的部分會固定住 來增加研磨的時候呢 內外兩個刀盤 他們的固定的位置的穩定度 那同時它採用的是一個五星的不鏽鋼刀盤 那它細粉比例呢 並不高 甚至於對學長來說 是一個非常舒適的細粉比例 因為學長其實並不完全喜歡 就是非常非常沒有細粉的磨度機 因為它在手沖的時候呢 可能會讓你的風味過分單調 所以我還是喜歡磨度機呢 有一些部分的細粉 那Minos磨度機呢 所提供的細粉量 還有它的力氣的均勻度呢 恰好是學長非常喜歡的一個比例 所以我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我可以非常直覺的使用小富士平刀 類似的沖煮法去做套用 不用擔心像一般的追刀磨度機 大部分都會有body過多的問題 所以在風味上面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表現 而且很有特色 那這是它研磨品質方面 下一點呢 是關於它的研磨速度 其實我原本會覺得說 這類型的磨度機呢 大概研磨的施力啊 或是速度都差不多 但是Minos呢 在我用過這個價位帶呢 大概數十支磨度機之後呢 我發覺它研磨的時間還有 省力的程度呢 確實是比一般的 同等價位帶來磨度機 還要再好一些的 譬如說我可能一般 使用二十克的 中偏細烘焙的豆子 一般的手要磨度機 我可能要花五十秒一分鐘 但是Minos呢 大概是三十秒到四十秒之間 就是大概可以省 十五秒到二十秒之間 其實以整體研磨時間來說 已經省非常多了 而且在施力方面呢 也是蠻輕鬆的 所以我會覺得它 這個在設計上面呢 實在是 在使用經驗上面非常的好 那最後一點呢 是關於Minos可以研磨的範圍 因為其實非常多的手要磨度機呢 它都號稱它可以磨到 第四研磨度 但實際上呢 它或許刀盤是可以調到很 尖細可以調到很細 但是呢 豆子會進不去刀盤的情況之下 你就磨半天會發覺說 你的豆子根本是吃不到刀盤裡面 換句話說你根本就無法研磨 或是你要花非常非常長的時間 讓豆子慢慢吃到刀盤裡面 才能進行研磨 但Minos呢 是已經克服了這個問題 它確實在研磨 比較細的研磨度 就是意識 家庭意識摩托機的情況之下 也是非常的好 大約在一分三十秒左右 二十克的 超級細的研磨度的情況下 大概一分三十秒之內可以完成 所以 確實實現了 從細研磨到粗研磨 都可以完成的這個工作 所以 以上這些優點呢 我都覺得 以Minos在這個價位大概是 三千五上下這個價位大概說 它確實有著非常高的CP值 好看的外觀 然後風味相當不錯的研磨品質 然後省力省時間的機械設計 以及一個非常直覺符合使用者經驗的 調整研磨度的按鈕 這幾個因素結合在一起 真的讓我覺得 Minos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中階的手套魔鬥機 那Minos的簡介呢 我們大概說到這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示範 直接使用Minos 來示範 手沖跟異式的研磨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均勵度 以及我們研磨的時間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使用Minos魔鬥機呢 來做手沖以及異式研磨度的研磨 那先做手沖 那手沖呢 學長的習慣呢 是大概是歸零以後呢 一右四分之三圈 那我們怎麼 我們就可以馬上來示範一次 OK 我們現在歸零 就是按按鈕以後呢 然後 順時鐘轉 轉到聽到咔咔聲的時候代表是 聽到了嗎 咔咔聲代表就是0的位子 然後呢 就把手放掉以後呢 調到一個你喜歡的位子 譬如說這個位子 好 當作0 然後呢 一右四三圈怎麼開呢 一樣按下去以後 然後呢 這個位子轉360度 就是一圈 然後呢 再一半 就是二分之一嘛 然後再四分之一 就一右四分之三圈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兩圈 或是1.5圈 都可以的 OK 好 所以這個研磨度呢 就是 手沖的研磨度 那我們就可以來襯豆子了 好 打開來 那我們使用20克的淺空培的豆子 中偏淺空培 所以硬度呢 當然不是最硬 但是其實也蠻硬的很厚 有些極淺的豆子呢 會更硬一點 但是其實呢 學長用了這個豆子呢 可能已經 比一般 中培的豆子都還要硬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來測試一下 我們大概磨一次要多久的時間 OK 好 20克的豆子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 20克的豆子 大概豆槽上面的還有一些空間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磨到25克左右 最多最多可以到25克到30克之間 好 我們這邊開始了齁 那我們順便來計時 好 開始磨 然後磨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也不用太緊張 就順順的磨 那Minos磨豆機呢 他其實設計的 握的部分呢 很好握 就他的 有一點靈角的 機身設計呢 其實讓你握起來蠻輕鬆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他的機身的 大小 不會過分的細 如果很細的話呢 其實磨起來就還蠻吃力的 但是如果 你 Minos這個大小其實蠻好握的 OK好 我們可以看到學長是順順的磨嗎 也沒有 非常的緊張的磨 好 磨完了 40秒 40秒 40秒整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是在用 更 中焙或是 比較偏深焙的豆子的話 可能就30幾秒就完成了 大概40秒左右就完成了 好 那我們把這個 下面的豆槽呢 稍微 打開 好 可以看到我們的研磨度就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研磨度的部分呢 還是有一部分的細粉 但是呢 這個細粉是 對學長來說呢 是蠻好的 可以看到 我們用 30-40秒的時間呢 就可以把 這麼多的粉全部都磨完 OK然後 以均勻度來說呢 我覺得是蠻適合用來做手沖的 蠻好喝的一個 的力淨分布 是我很喜歡的 OK 然後順便跟大家講一下清潔 比如說你要怎麼清潔 因為Mino什麼都有機呢 它原廠 是不鼓勵大家 把招盤拆下來的 所以有些人就會覺得 那我要清潔怎麼辦呢 其實呢 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使用 吹球 怎麼用呢 就是你要清潔的時候呢 從上部 如果從上面呢 就倒轉過來 那你的吹球呢 稍微吹一下 就會有一部分的粉呢 落下來 好 吹完以後呢 OK基本上呢 殘粉大部分都會掉下來 然後另外一部分 在下半部分的部分 一樣是用吹球 好 把殘粉吹乾淨 OK 好就這樣推一推 你大部分的殘粉呢 就會落下來了 然後當然你的粉潮 如果你想要吹一吹 也是可以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你的清潔的工作 那如果你 一段時間想要 深度清潔的話 怎麼做呢 我們學長建議 你可以買這種 磨豆機清潔錠 那這個是 咖啡館用的 那是 網路上有賣一些 100克的 還有50克的 那50克呢 這種磨豆機呢 可能一年只要清潔一次 或是你比較勤勞 要半年一次 大概用5克左右 就可以把你的 Minnos清潔得非常乾淨 所以其實成本很低 那你也不用去拆裝 這麼辛苦 就可以洗得很乾淨了 所以學長建議 搭配吹球和 這個磨豆機清潔錠 就可以讓你的 Minnos很乾淨 好 手沖的研磨度做完以後 我們來試一下 異式的研磨度 異式是大家比較困擾的 好我們來試一下 那我們一樣呢 先來調整異式研磨度 學長一般來說 異式研磨度 是一圈 那如果想要再吸一點的話 四分之三圈 那我們來用試一圈的 OK 我們一樣先歸零 然後 按一下按鈕 然後順時鐘轉 聽到咔咔聲 好聽到咔咔聲了 就代表說已經歸零了 對不對 然後呢 一圈 按按按鈕以後 逆時鐘 轉一圈 OK 這個就是 E4的研磨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簡單 好 我們一樣使用20克 來測試一下 需要多少時間 那E4的研磨度呢 學長就用 中深焙的義式豆來測試 這樣比較有意義啦 當然你要用淺焙的豆子也是可以的 也是沒有問題的 時間上面會再長一點點 因為畢竟豆子越 越硬呢 你的研磨時間一定會變得比較長 那我們就根據 我們使用的需求 來放豆子 這比較客觀 也比較有意義啦 OK 20克的 的 義式豆 好 好 那我們也是來測一下時間 看看看一下研磨度 好 開始研磨喔 那一樣 我們就是順順的研磨就好了 那E4研磨度呢 一定會比 手通研磨度的時間來的長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因為 它的間隙就是比較小 所以你豆子 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研磨完 那我們也不要太緊張 就順順的磨 其實順順的磨呢 也會有助於你 手搖磨豆機的研磨度 因為 所以你的轉速呢 是比較固定的 那你的豆子也比較不會跳來跳去 所以 在 手磨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趕時間 因為它在幾秒鐘 我們就 正常的測試 手搖磨豆機的時間就好了 OK 好 可以看得出來 是義式豆 在 義式研磨的部分呢 也不會非常的吃力 也是蠻好 蠻好搖的 好 50秒了 已經感覺起來 大概三分之二的豆子已經磨下去了 好 好 快要結束了 欸 義式豆這麼快啊 1分 7秒 左右 就完成了 這是義式的 豆子 它可能相對來說 它的豆子就比較沒那麼硬 所以呢需要磨起來特別的快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 因為我一般來說 如果是比較 再淺一點的豆子 可能要1分20秒 1分30秒 但是這支 是 中生培的義式豆 豆子本來就比較軟 所以我們才花了 1分7秒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研磨度 可以看到 豆子也比較黑 OK 1分7秒就把 我們的 義式的研磨度完成 可以看到 當然會比 手沖的呢 會在戲非常的多 那 時間上也是非常的快速 所以 也覺得非常的不錯 OK 那我們剛剛 研磨完畢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Minos呢 在 研磨的省力度 還有它的品質上面呢 都非常的好 在沖煮方面呢 也沒有特別需要 針對Minos 而有做什麼調整的 就是需要平常 上的什麼一刀流啊 單點注水啊 或是 其他的手法 我會推粉法 其實 用Minos來表現都非常的 好喝 因為 我都覺得它的 力徑的分布呢 其實跟小富士頻道 有一點接近 所以呢 我覺得 確實是 一台CP值非常好的 手法摩托機 那 平常呢 它還有送一個 清潔刷 你可以用它來做清潔 那大家喜歡 還是覺得用吹球跟那個 摩托機結晶是最好的 那 同時它還有一個 細型帶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帶的 出去出油的話 你可以帶它 直接放進去 它有分兩段 這邊 一把 另外一段呢 是可以把你的 放進去的 它有分兩截 OK 這樣子就可以 很輕鬆的 再把你的Minos 帶出門囉 OK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買一台 不錯的 而且不用煩惱 而且很便利 而且好看的 手摩的話呢 這台Minos 是絕對會比 可能 入門款的 魔鬥機好用 而且呢 在工學上面 或是在實用度上面呢 都非常舒服的 一台魔鬥機 好 那學長今天的開箱就到此結束囉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呢 可以多多了解 Minos 相關資訊囉 我們今天的 學長開箱就到此結束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會 抽空回答你們囉 謝謝大家 掰掰